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各种临床情境校案 提供学生临床技能检测 与培育大量优秀护理人才 高龄照顾扶植器 应用全球活跃老化 在地老化 成功老化趋势 培养高龄社会福利与照顾管理人才 医护资讯应用系 与资讯科技整合服务及医护资讯应用为发展重点 口腔卫生照顾系 为提升我国国人口腔健康认知 本系期盼在口味式立法下 系上能为社会充实口腔照顾人力 餐旅观光 餐旅厨艺管理系 食品保健系 观光休闲与健康系 餐旅厨艺管理系 系上大量聘请餐旅业界高阶主管授课 与上半间餐旅相关产业进行建教合作 学生校外实习时所学 即为毕业后业界所需 食品保健系 落实保健食品制造技术 以卫生检验食物经验 观光休闲与健康系 结合运动健康 及观光休闲旅游领域为主轴 教学课程广度深 学生从中探索自身兴趣 进而在业界实习成长 民生应用 幼儿保育系 美容流行设计系 幼儿保育系 爱心 耐心 关心 为本系师生特质 校内幼儿园提供学生与幼童互动场域 系上为社会培育许许多多教保专业及儿童产业人才 美容流行设计系 以美为出发点 结合美容服务及流行时尚两大领域为主轴 系上便其主办SPA营运 创意市集 促使学生学以致用 累积精力 外地学生可使用学生宿舍 学生活动中心 让同学休闲放松 图书馆提供借阅及影片欣赏 后山操场则能促进身心健康 让您拥有多彩多姿的大学生活 选择经国技高一筹 结员经国就业莫筹 Your best choice 欢迎您的加入 欢迎您 经国管理器健康学院 好 接下来我用一个PPT 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跟相关的资讯 好 我们是经国管理器健康学院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就是到台湾来读大学 好 这是我们台湾跟泰国的距离 2260公里 坐飞机只要三个钟头就到了 好 我们的面积 台湾的面积有 35887平方公里 人口数有2300万 那我们的人均GDT大概在33,000美元左右 好 这边可以看得到我们台湾的生活样态 这是我们都市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物是什么吗 这是101大楼 这边的面积在台湾 我们都市的地方 在台湾的地方 我们都市的地方 在台湾的地方 我们都市的地方 在台湾的西门町也好 这个我们不管是台湾的西门町也好 或是东区也好 可以看得到跟曼谷景象很类似的都会景观 台湾的交通也很方便 有高铁 有捷运 生活也很便利 大家都知道台湾有名的是夜市 然后因为是海岛 我们有很多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外国的同学来台湾读书 很重要的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台湾曾经排名过全世界治安排行第二名安全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可以让大家就读 除了社会安全之外 身体健康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国外的同学来台湾是真的可以很放心 那台湾的医疗品质很好 价格又低 所以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经国管理及健康学院 好 这个我们的学校成立在1967年 可以看到我们有好多栋的主要的建筑物 这是学生来我们学校读书会住的宿舍 四人一间有空调有卫浴有洗衣机各种相关的设备都有 学校甚至有健康设备这些 运动设备这些相关的休闲设施可以让同学使用 好 还有什么桌球室 韵律教室 操场那都是最基本的 好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位置在基隆市 那它是在台湾的整个北海岸 是属于大台北生活圈 所以基隆到台北大概20来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课程上的一个设计 我们的这个班级叫做产学合作专班 那我们产学合作专班会有两个专班 一个是餐饮服务专班 一个是食宝专班 好 那我们的产学专班 那其实历年来有非常好的表现 那包含像我们对于总统府的办理国宴 我们已经大概第九 第十年的参与了 好 可以看得到我们总统在中间 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参除系的系主任 这是我们食宝系的主任 他做了冰淇淋给我们的总统吃 好 后面这些就是我们历年来学生在总统府办理国宴的一个现场记录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 还有可能各位来台湾读书之后会有的花费跟收入 好 我们专班的课程设计是这样的 总共有四年八个学期 那中间这个蓝色的部分 我们会排四个学期是有实习课程的 白色的部分学生是在学校上课 蓝色的部分每一周会有一天回来学校上课 其他的时间在企业里面实习 好 那备用的部分我们简单说一下 为了减轻同学的负担我们的学费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给一些奖学金帮助大家减轻负担 特别要讲的是第一学年 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 我们是不收学杂费的 那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我们只收大概一半 就是两万八的费用 好 那aign比类同学家去送 然后她就选被 提供 그냥供对我们的货 好 那后面的话年的话 每学期大概都四万四左右的钱 好 那个轻辅讲 比再三 比再四费料 como三 比再四费料 接下来都是 Keep Good and Practice. 那还要特别提的 我们第一学年我们住宿 是提供免费的住宿 可以同学住学校不用钱 同学来到台湾读书 学费是比台湾的同学还要付得少 那是三个月 在台湾读书 那底下这个是帮各位同学算的生活费用 那简单的算法 包含吃的保险费用 买书跟住宿的费用 大理上的一个算法 那后面的部分 是提到有关于收入 在台湾可以公读 然后实习也有实习的津贴 那只是说在台湾这边打工或是实习呢 都要依照教育部的规定跟劳动部的规定 如果以公读来讲一个礼拜最多打工20个小时 那如果是实习的话 有排实习的课程 一个礼拜最多 最多也是20个小时的实习课程 所以如果有排实习的课程的时候呢 我们学习它一个礼拜 就可以20个公读 加20个实习的一个津贴 就有40个小时的收入 那韩暑假跟暑假 就没有打工20个小时的限制了 它可以整个月都有打工 那如果来经过读书 在这边打工呢 就要大家放心 因为都是在劳动部的一个规定的范围底下 是有足够的对于大家的费用 薪资跟工作时间的限制 都有一定的保护 好 这是简单的计算 然后让大家看到说 你每一年可能的花费 然后学费也好 还有就是可能的 就是说你的收入 每一年可能的最低的一个收入 还有就是说学费 还有生活费用 那加减起来 其实可以看得到 同学在如果来台湾读书 付学费跟生活费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甚至同学如果够节俭的话 还可以存了钱带回家 好 后面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两个科系 专帮我们使用的一些相关设备 跟我们的一个建筑的教学的一个上课的状况 这是我们餐女厨艺管理系 这是我们的牛排的教室 大家都在做牛排课程的一个练习 还有什么电脑专业教室 还有面食教室 烘培教室 有非常多的专业的教室 供大家使用 因为我们在香港 我们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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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也是实习餐厅 是我们的学生 在做一个餐点设计 然后做一个食物上的练习 可以直接卖给我们的老师跟同学们使用 好 接下来是食品保健系 那在这个边 这边我们的食品保健系 会做很多跟食品加工 有关的一个专业知识的练习 比如说保健食品开发 然后卫生上的分析跟营养设计 好 另外一个像烘培制作 这个台湾也是面包餐的糕点非常有名 大家常常知道的凤梨酥 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技能 好 其他像冰淇淋 然后还有冰花植物 这个最近比较特别的培养 植物的培养 这些都是 另外我们的设备因为非常专业 所以在一个国家考试上 常常都拿来当成考场来做检定 所以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在我们系上 得到国家证照 或是是国际证照的一个证明 好 后面跟大家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学生来台湾之后 可能会打工工读跟实习的合作单位 那这些单位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讲 或是国际上来讲都非常的有名 好 比如说台湾的香香食品公司 好 像那个肯德基啦 披萨号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 好 像这些人可以看到吗 然后像批萨 批萨号 然后说KFC 你还在军村的军楼 在那个饭饭吃饭 然后给饭饭吃饭 还有日式的联索餐饮 好 你是韩日本的那个呢 那旅馆的部分也是非常有名 像韩社或是我们的圆山饭店 好 你是在鱼饭吃饭 然后如果是在鱼饭吃饭 在鱼饭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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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产权合作专办的毕业生 刚刚毕业没多久 他已经是那种课程中的专业 好 那这个今年的2月的时候 2、3月的时候 我们有去泰国做拜访一些学校 那也找到学校来跟我们合作 那年我们在台湾前 所以希望各位有机会 可以到台湾来读书 到经国来读书 在这边可以学到专业 的知识还有技术 相信这样的安排对大家的未来发展是最好的安排 那如果大家要有兴趣这是我们的QR Code 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把它拍下来 然后上网去填一下你的资料就可以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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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太多么 ch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esentation today ok What do you想及时 I heard that we have the Thai student there right 就是 in our college yeah right now just few maybe just one one person because this is our first first class for thailand okay so i don't have any question for for you right now but i think they they might contact you directly through the email and also for the booth okay sure thank you very much